欢乐宋二谢彤 为什么要调查安迪欢乐宋二谢彤的出现 让整个剧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甚至五美之间的友情也由此被破坏 欢乐宋二谢彤 是整部剧里面的导火线 那么欢乐宋二谢彤为什么威胁安迪 欢乐宋二谢彤为什么要调查安迪 点击下一页来了解一下吧 不过还好 谢彤的这位继父不吝嗇钱 谢彤终于能吃饱睡暖 还有机会参加各种课外班学着学哪 可谢彤爷爷奶奶又经常来捣乱 说是要争孙子 实际上是要钱 每次都吵得周围所有人都惊动 高得谢彤抬不起头 可以说 谢彤从小就生活在耻笑与妻舞中 这就是谢彤的身世 虽说曲折 可观观说的没错 这对于谢彤来说是大事得捂着 但对旁人来说其实没什么的 在欢乐宋里 观居尔暗恋过赵医生 后来遇到刑警谢彬 对他有好感 在电视剧中谢彬改名谢彤 因为谢彤这个名字容易和姚彬混淆 两人在一起后 曲小肖 调查了谢彤发现了 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安迪发现后动用关系 是谢彤丢掉了工作 而谢彤也导致曲小肖父母离婚 最后观居尔分手去了外地 谢童真是个非常值得期待的人物 安迪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他以前的事 还有他弟弟的事 因为刑警谢彬查他 他才搞谢彬 谢彬呢 也不想让别人知道 他以前小时候的事 所以查小曲和安迪估计想威胁他们 因为查小曲让曲爸爸知道 去妈妈转走他的房子 和钱到小曲名下 所以 闹家庭矛盾了 其实小曲的爸妈矛盾由来已久 谢彬查小曲是个导火线 欢乐送二谢彤为什么要调查安迪 谢彬心里特别阴暗 很多人觉得觉得他配不上关关 他俩人成长背景差别太大了 以后即使在一起也会有摩擦 曲小肖对赵起平一见倾心 在确定了自己的心意以后 曲小肖对赵起平展开了猛烈的追求攻势 对赵大帅哥上演的各种层出不穷的聊汉子手段 赵起平哪里见过这种不同寻常的女子 赵起平最终被曲小肖的善良执着所打动 两人走到了一起 中 关居尔是喜欢赵起平的 关居尔在剧中 本是一个家境好教养也好的人 表面看他是一个单纯之人 可在最后却跌破大家的眼睛出卖曲小肖了 成为分分钟被观众吐口水掩盖的坏女人一美 甚至比凡盛美还不要脸 据说关居尔最后沦落到爱她的人 都纷纷远离她 这时候才后悔莫矣 曲小肖大胆是爱赵起平 两人终于成为一对男女朋友 可是当关居尔也喜欢上赵起平的时候 他不惜一切代价从曲小肖手中夺得赵起平 真是令人伤心 而在那大结局 关居尔却没和谢斌在一起了 虽然情投一合 但似乎谢斌忽然看俏了 有自己的梦想 于是决定辞职远行 并没有带走关居尔 最终结局是 谢斌出走 关居尔一个人 援助结局很黑暗 但侯大大说了 不会黑暗的 我们公司名字就是正暮阳光 所以 谢斌也就是谢同最后和关光在一起 欢乐送二谢同 调查安迪曲小肖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我 谢斌又是犹豫了好久 才道 请相信我 第一次我没跟踪你 你从监控录像看到的我那些动作只是本能 你无法理解的本能 看到熟人第一直觉是躲避 我知道你不会相信 我认了 你认为我是跟踪就跟踪吧 我也被你反击了 安迪惊讶 这论调 与他的猜测相似 他直接了当地问 本能的一看见熟人就躲 等判断是新属 人而不是之根之底的老熟人 才现身 谢斌回答得非常艰难 是 但你怎么知道 但第二次去问医生 却并非偶然 可以是做你的主动出击 是 我承认 当初我以为你对我抱有恶意 像曲小肖一样调查我 干涉我 所以我必须掌握主动权 我必须弄清楚你前一天警慌的原因 对不起 我对你有错 我认法 欢乐宋二中 谢同就是袁昭忠的谢斌 忠谢斌是一个喜爱音乐的警察 而拒 忠则变成音乐才子 谢同因身事被调查跟踪安迪 而为国家出面 将谢同调其道偏远派出所作骗警 可是谢同莫名其妙地反调查安迪 和曲小肖让人不解 事实上 关于谢同调查安迪 曲小肖二人的原因 在第三步中才给出答案 谢斌坦言 但对于曲小肖 我不会放弃调查 对她 除了牵制 别无她法 她不懂与人为善 但目前为止 我所有的行为止于调查 没有其他针对性行动 如果她家因此受到影响 目前为止与我无关 以后也请她清楚 只要她不针对我 我也不会针对她 我向来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我必犯人 我并不忌惮与她与死亡破 因为你充满善意的行为 你提前将监控录像给我看 而不是等下打我 我措手不及 你等我看完又立即删除 而不扩散给曲小肖 甚至不保留要挟我 我愿意告诉你 虽然你不会理解 我现在完全无法体会感情 我心中被别的情绪占领 我对不起小关 我只有从现在开始远离她 方便她遗忘我 别的情绪 恐惧 谢斌浑身一枕 但她没有答应 而是黄黄转头朝下窗外 唯有那个方位 没有人盯着她 看得见她的脸 安迪看着谢斌 也是心头震颤 谢统并不是早前网友 爆料的那个警察谢斌 欢乐宋儿中 谢统与关居儿一同陷入爱情漩涡 但随着自己过往绅士 被包包丢丢 二十二楼其他几位姑娘的介入 以 及关关父母的反对两人之间的感情 也经历了重重牵绊 在欢乐宋儿中 谢统这个很阳光的小警察 居然像安迪一样有着不愿为人知的身世 关居儿谢统在一起后 曲小霄调查了谢统 发现了一些谢统的秘密 谢统误以为是安迪所为 后来谢统跟踪安迪调查安迪 被安迪发现后 动用关系使谢统调回了原来的派出所 谢统对曲小霄怀恨在心 也去调查了曲小霄做了一些手脚 并威胁曲小霄 最后导致 曲小霄父母离婚 不过后来谢统和关居儿的关系 也被曲小霄破坏了 谢统与关居儿分手去了外地 最后谢统与关居儿还有没有在一起 只能看安迪还写不写续集了 不过两个人应该都是喜欢彼此的 姚冰和谢统不是同一个人 谢统是个非常值得期待的人物 关居儿直到后来遇到了另一个男人 谢统 关居儿没有得到赵医生的心 反而看到自己的好朋友曲小霄 成了赵医生的正牌女朋友 关居儿在 最受伤的时候 谢统的出现 多少抚慰了关居儿帝的情声 身份神秘的谢统 关居儿始终都摸不透这个男人 关居儿最终也没有和谢统走到最后 关居儿暗恋过赵医生 关居儿也曾对谢统打开心房 可以肯定的是谢统跟曲小霄的男闺蜜姚冰 肯定不是一个人 谢统到现在十二级还没有出现过 欢乐送中 谢统害曲小霄父母离婚 导致曲小霄 导致曲小霄疯 导致曲小霄疯